这一波有的这就是咱们说的流化完了之后呢 咱们现在这个这个应该是开着的 但是咱们刮上了 因为你不然吧 到时候就说把这个这个刮上 因为完成了嘛 现在咱们打开排气 风机开着 到了最后咱们说里面也没有压力也没有什么的 你可以吧 咱们可以先把风机关上 这个排气现在才开着也行 但是既然下一波的时候你别忘了关上去 你可以先开着 你可以先开灌门 也可以说到时候你也可以说把它关上 也可以关上 到时候可以在他们这一套 就是把这个关上 把这个打开 但是最好那么 你先开着它的话 安全稍微安全系数高一些 但是它出锅的时候让它开着就行了 可以让它开着就行了 但是你别怕你接着锅的时候 你万一 你一边补一边排了就 我就怕你没忘记了 怕那个事儿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你不要当时后面说计是 线别接错 这个管去别接错了行 这个管 这个管 这个电子是哪一个 这个 这个是后面这个 这个 这个蓝管那个 一个小的 就是这一场 这个 就是这个法 就是靠着 就是靠着它的这个法 这一个 这个黄的就是 就是就是那个那边那个 大的 对的大的 这个是补切 对 这就是这家的咱们的压子工具上 往里面就是同这样一款 它打着反 往里面补 哦 补切 对 这个都是补切 这个 这个是排气 排气 这个南北里面没有压力 它是没有 这个排气 它这个补切排 补切什么意思 因为南北是建工器 嗯 还有这个监工器的嘛 嗯 监工器的话 一定是得 南北往里面补 压缩空气 让它加 要到那个加热管 和空气 然后它插动加热 那个空气嘛 嗯 因为它里面的空气是 最为消除的 因为不往里补的话 它不流动 在里面 从这一块是自动的 对吧 你看到没有 南北每天加热的话 你们先开了空气了嘛 嗯 它自动 我给你往里排气 嗯 嗯 到了最后 咱们说结束了之后 要排气的时候 就把他们两个关上 它先开着 把这个打开 这里排气了 哎 到他排完之后 咱们压力表上 因为看见那个压力到了 到了零 就是没有压力的时候 把他关掉 把他关掉就行了 可以把他关掉 把他关掉 把他两个关掉 然后就说咱们再 把这怎么关上 把这打开 一定要顺利好 这边没有气了 这个表上没有压力之后 再开门 你不然的话 你万一那有压力 夸张到人也不太好 啊 其实操作是很简单 这个 比如说你们